就在这时,从那碧绿的浓烟中出现了嘎嘣嘎嘣之声 韩丽一正之下,尚未明白是什么声音,就忽然听到嗖的一声响 一只碧绿色的利爪在绿雾中闪电般的伸出,上面缠绕着银色系练 狠狠抓向已退到实时一角的韩丽 其手臂竟如同蟒蛇般伸缩如意,一下探出竖杖之长 接着就要抓到韩丽护身光照之上 韩丽一灵,手中欲如意一紧,就要催动施法 鬼爪上的银链却猛然一收缩,接着火星乱冒娇丑之味大气 痛楚的吼叫声从雾中深深地传出 利爪一下缩了回去 韩丽嘴唇紧闭地盯着浓雾 并往欲如意上注入了不少灵力 顿时身上的红黄光照又凝厚了几分 他这才神色略缓,安心了一些 足足一斩茶的功夫后 绿雾中的怪叫声低落了下来 而玉和金符的光芒也渐渐暗淡 落下来的符文大为稀少起来 和一开始大不相同 看来这金符固然是可以克制这鬼或者是妖的东西 但索韩的灵气似乎是有限,就是不知灵气耗尽时能否制住对方 见此情景韩丽心里暗自思量 索性韩丽的担心没有出现 当惨叫声最终消失,绿雾中变得死气沉沉时 金符上的光芒尤为完全散去 韩丽望了望那空中的金符没有马上靠近的意思 而是又等了一会儿,只带那金符光芒一脸 和玉和直指掉落在绿雾中后 才神色一动行动起来 只见他单手一挥,将那灵兽带顿时收起 空中的手则是一掐法绝,低沉的咒语声响起 身前瞬间浮现出一个鸡蛋般大小的红色光团 看了看光团,韩丽没有迟疑轻轻一点 光团嗖的一声,化为了一道红芒,飞入了绿雾中不见了踪影 随后,韩丽双眉一条,口中轻吐一个豹子 哼的一声巨响,从那绿雾中传出 雾气如同被狂风扫过,一下震散的无影无踪 同时一股炙热的气息弥漫了整个小屋 对付这些邪气毒物,果然还是火属性的功法最为有效 热风扑面,韩丽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只是眼中一光闪动,紧盯着雾气散去的石台 结果一看之下,他心中突兀一跳 干咽了一下口水,有些发寒起来 这件石台之上有一具人形的东西 浮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知生死 之所以说是人形,是因为此东西虽然长得似人 但是浑身上下密密麻麻的粗硬绿毛 并且一股股的吸臭之气从身上传出 虽然还不知道这东西的相貌,但绝对不可能是人类 而他和刚才画出的黑衣少妇一样,同样只有一只手臂 而那只长了漆黑指甲的利爪,明显就是刚才攻击韩丽的鬼爪 让韩丽注意到的是,现在这怪物浑身裹着一道又一道的细细银链 这些银链不光捆绑在其手脚之上 而且大半都是从其胸前背后的孔洞钻过 一副将其完全禁锢在此的样子 韩丽没有多想,一只头上的重飞剑顿时拾击到青芒飞射过去 对着此怪物即是一顿乱看 结果一阵低沉声传出,这绿毛怪物竟然是安然无恙 韩丽唯一咧嘴露出了一丝苦笑,但心里倒也是没有怎么诧异 毕竟看着妖物如此被郑重地求顾在此地 肯定是非同一般的角色 若真是一剑斩杀了对方的头颅,他倒是有些意外 这时韩丽冲重飞剑一招手收回了这些法宝 同时上前几步,大袖冲着绿毛怪物轻轻地一甩 顿时一片青霞从韩丽袖中飞射而出 将怪物身子轻轻一卷,然后又无声地抛落而下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一张皮包骨头 貌似骷髅头的死灰色熔岩出现在韩丽的眼前 其半张的大口中一对硕大的疗牙微露出寸许来长 看起来恐怖之际,就是 韩丽看了看这怪物周身的绿毛,又看了看其相貌 隐隐觉得有些眼熟,似乎是哪本典籍中看到过一般 他顿时低下头思量了起来 失消 片刻后韩丽猛然一抬头,沿路一丝巨异叫出了怪物的名字 同时脑中急速地回想有关此凶灵 在蛮荒时期就鼎鼎大名的可怕传闻 想到失消全身金铁难伤 只能用真火慢慢炼化 或者用抽魂术加以封印的传闻 韩丽不禁有些头痛起来 眼下的失消显然并未真正死去 只是暂时被不知名的金服禁止住了身体而已 估计这失消再次恢复元气绝不会是短时间的事情 想到这儿,韩丽目光一转之下 望向了跌落失消身边的玉盒 眼中一丝一色闪过 他不再想这些没用的问题 开始私下扫了一遍 准备寻觅脱身之法 能炼化掉失消的真火 起码也要元英七以上的修为才行 而且没有数月时间持久炼化也是无法如意 而韩丽就是有这种修为 也不会吃饱地撑着做这种斩妖除魔的事情 他要做的就是远远离开此地 让这失消继续孤零零地囚禁于此 至于以后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倒霉一头钻进这里 被其继续欺骗 这就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反正到时候失消脱困现身 自有诸多大派高人前去应付 但韩丽目中转了一圈 重新回到了玉盒之上 他瞅了那金服几眼 犹豫了一下 忽然伸手一招 将那玉盒吸到手上 然后面不改色 收进了储物袋中 金服上画的符文实在是奇特之机 他打算回去好好研究一番 至于会不会打开此盒 那自然是要在他元英大成 自觉万无一失的时候才会动手 里面若真有什么失消惊破 或者其他的厉鬼汗鬼 有辟邪神雷和提魂兽相克 再加上他当时的修为 自然也不用害怕分好 韩丽一招手中的玉如意 身上的光照 木然消失 黄色小狼跳了出来 他准备施展土盾树 直接盾出这间石石 毕竟这青金石 就算在坚硬稀有 还应该属于土石之列 应该难不住土盾之术 心中既定 他正想驱使小狼气灵石 忽然神色一动 一回头目光往一动不动的石销处望去 略微歪头想了想 他叹了一口气 几步走到石销身前 然后抬足就是一脚 结果石销伸下一个翻转 露出一个不起眼的凹坑出来 而那凹坑中 那只雪云狐正睁着乌黑的眼珠 可怜巴巴地望着韩丽 你倒也聪明 挺会找避难之处的 说完之后 韩丽大手一挥 一片青光向着小狐卷去 白狐似乎知道不妙 急忙纵身一跳 就想逃之夭夭 但是韩丽清光奇快无比 他只来得及跳到半空中 就被青霞一下卷住 迅速收进了韩丽手中 韩丽单手一提白狐的后颈 一转身就不再迟疑 向身后的石墙走去 一边走着 他一边下意识地自语 你这小东西倒也命大 不但刚才好发无损 以前和石霄这种东西待在一起 还能活到至今 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韩丽一说到这里 猛然间想起什么 脚步一停 随后脸色大便单手一挥 猛然将手中的白狐狠狠地 向对面的石墙砸去 可就在这刹那 狐妖双目中一丝怨毒之色闪过 瞬间一台前爪 向近在咫尺之处狠狠抓去 那原本短小的前肢在途中暴涨起来 巨大的雪白利刃 一下抓在了韩丽的胸膛处 当的一声刺耳的巨响传出 在韩丽的怒吓声中 白影闪动 那雪云湖被惊怒至极地扔了出去 一副药将其砸成肉酱的模样 可小狐身体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滚 一牛身稳稳落在了石石的另一角 然后她闪着冰冷的目光 看着安然无恙站立着的韩丽 碧绿的湖目中隐隐露出了一丝惊讶的失望之色 而韩丽正后怕不已地看了看 被划开一个大口子的上衣 里面引有流光闪动 正是那六道船人温天人的绿色内甲 自从内建黄鳞甲摧毁之后 韩丽就将这不知名 但智力丝毫不在黄鳞甲之下的内甲套在了身上 刚才白狐利爪一击 虽然出其不意凶狠和诡异 但自然无法破除这件即使普通法宝 也无法轻易击毁的宝甲 你到底是谁 刚才变形攻击 绝不是一个低级妖兽可以做出来的 重新冷静来的韩丽盯着白狐满脸阴沉 同时一挥手中玉如意就想释放出光照来护身 但让他大吃一惊的是 玉如意竟然如同死物一般毫无反应 韩丽先是正了一下 但随后惊疑地看向了一侧黄色小狼 可这黄色小狼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并没有什么异常 大敌当前 韩丽一时也顾不上想其中的缘故 神念一动之下 头上的飞剑乌鸣声大气 迅速化为一片青色剑木 遮挡在了身前 韩丽这才神色略松了一下 但此刻 对面的血湖口中 却传出了一声让韩丽愕然的人语 我是谁 你刚才不是才和我打过招呼吗 怎么 这么快就认不出我了 随着熟悉的女子声音 白虎眼中流露出一丝讥讽之色 猛然间后织站立直了身子 接着一幕夭兽画形的情形 在韩丽眼前 活生生地演绎了一回 眼看着眼前的白虎 几席之间就身形暴涨了数倍 并瞬间褪去了浑身的白毛 化为了一个浑身赤裸 拖着一条虎尾的妩媚少妇 韩丽微微正了正 抿了抿唇 就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之色 满是恶然和震惊 怎么 我这妖狐化身的皮像还不错吧 和黑衣少妇一模一样容颜的此女 一挺丰满雪白的胸膛 在两点烟红微微颤抖之下 瞅着韩丽狐媚之急 但是明眸的深处却相反的冰冷一场 一丝笑意都没有 你是她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总算是回复了冷冷的状态 随后她还下意识地瞅了瞅十台 失消得身体毫无动静 这让她心里略微一松 然后重新盯着眼前修为暴涨的此女 按理说能幻化人形 最起码也是八级妖兽 可这自称失消化身的白狐 在她神识一扫之下 却只有七级修为 这让韩丽满腹诧异 但倒也没有多少畏惧之所 不过她先前竟被这妖狐瞒过了神识 也不敢再确定自己是否判断的准确 因此脸上还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同时心里想起了典籍中记载的高杰妖狐的传说 所有的灵狐一旦修为到了高杰 几乎各个都是施展幻术的行家 甚至可以将同杰的修士玩弄于鼓掌之间 对方还不自知 至于隐匿藏形的天赋 那更是妖兽中数一数二 先前她还有些怀疑此言 但现在看到自己如此强大的神识 竟被此妖轻易骗过 如今终于有了几分相信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这失消的化身有如此修为 为何不自己去接那玉盒上的金服 难道此妖也怕那金服不成 但就算如此 凭她的修为完全可以 劫持一鸣低节修士回来 然后威逼着去撕那金服 韩丽脸上毫无表情 心中疑惑却纷纷上涌 她隐隐觉得 对面的狐妖 绝对不是实消化身这么简单的事情 里面肯定有什么难言之意 想到这里她更加镇定了下来 看向对面赤裸少傅的目光 开始流露出了丝丝的灵力和杀鸡 不管你是不是失消的化身 我们两个都只能有一个活下去 韩丽面无表情 不再犹豫地冲身前的众飞剑一指 青色剑木一下高涨起来 化为大片青霞 以泰山压顶之势 向石石一角的妖湖席卷而去